大家好,我是PackTension 吃饱之后蹦蹦跳跳会导致胃下垂吗? No,这个没有科学依据的 把我的胃啊,想得太脆弱了 胃是由肌肉组成的一个空腔器官 它就像气球一样,可以变大,也可以缩小 而且的话呢,它的伸缩能力,回弹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空腹的时候胃可能只有50毫升的容积 那么你吃饱之后呢,它可以称达到1000毫升,甚至是2000毫升 那么等你把这些东西排空之后,它又回缩了 胃的弹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不可能你吃了一两吨之后,蹦蹦跳跳就可以把它撑的 很长很长,回不去了,不会的 它还是可以回弹的 而且的话,胃的周围有非常多的韧带 它把胃固定在双腹部 不可能说你吃了东西蹦蹦跳跳 这个胃啊,就会到处游动,上下晃动,不会的 所以的话呢,吃完饭之后,蹦蹦跳跳 一般是不会导致胃下垂的 而且的话呢,在丁肠当中,胃下垂的患者是很少很少见的 最起码我是没有见过很严重的胃下垂的患者 所以的话,各位朋友,吃完饭之后 适当的走一走,活动活动,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有助于胃把里面的东西排空 反而的话,吃完之后,直接躺着 可能更不利于身体健康 因为直接躺着的话,有可能吃的东西会反流上来 反流到食管,反流到喉咙,出现不舒服 影响胃的排空,不利于这个消化吸收 当然是的话呢,也不建议大家吃完饭之后 剧烈的做运动,有可能会出现 腹痛,腹胀,恶心,呕吐这样的情况 也是不利于消化吸收的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关注我,关注PrivateNation,每天进步 一点点